主席各位臺電的長官 議會長官 各位議會者 同仁 大家好 我這邊有三點建議 第一點就是 這邊想請問一下園人會 之前我們有跟園人會反映 就是因為醫院福島 然後我們集結點的問題 因為我們共僚地區集結點全部都放在海邊 包括最終集結點的龍洞 芙蓉東興宮 這個都是在海邊 我們有建議園人會那邊是不是有在做通盤的檢討 改正 就是修正 還有共僚雙溪一直很關心的 雙澳公路是否有拓寬的構想 這個案子 園人會有在討論吧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我們想請問一下臺電就是 因為總統前幾天有在講 就是 核市場最終一定要安全無力 然後才會發電 站在地方立場 我們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是園人會的委員 老實講 我們不太知道 我個人啦 我不知道其他委員知不知道 我個人是不太知道說 現在安全的部分 第一關應該是臺電自己把關嘛 那現在還有什麼 國外單位 還有什麼什麼單位 是不是可以請臺電這邊 跟我們這些委員講 也讓我們回去跟我們民眾講 到底有幾個單位在把關 比方說 你們現在有聘到國外的什麼機構來 最後到底是誰 以後到底是誰來核定 臺電是安全的 我們才有依據嘛 比方說 如果說要園人會的委員來核定 我覺得好像真的是 不是很夠吧 我知道臺電也有聘外 外面的專家學者 那我們現在 我要知道的是 想請問你臺電 能不能說 你們第一關是你們臺電的品質主 然後再來什麼 到最後是園人會 還是怎麼樣 你們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 哪些單位在品管 然後到最後 到最後 用送到哪裡 然後最後才讓民眾知道說 我是百分之百安全 因為核電廠應該不是跟捷運會有雷同 捷運是可以通車慢慢改 停電再來一遍 可是核電廠應該不是 可以慢慢修改 慢慢做的 就是你們一定要 一定到最後就是不會 像園人會現在又來了 還是有一些要助改 或者是要什麼 應該 到最後如果是安全的話 園人會說是安全 就應該沒有這些東西了 我們想知道的是說 到底你們的把關 到底是哪幾個單位 開始層層把關的 因為這個 如果說真的是 核市長一定要做 那地方一定要知道 你們到底層層把關 到底是什麼單位 什麼單位 你們跟外面聘的是什麼專家學者來 我們地方真的是要知道這些事 這個是關係到生命的問題 這個部分 也請教台電 謝謝 好 我就想剛才兩個問題 好 那個 後面接到 好 那個 後面接到 你能從把關啊 安全的把關 我想這個 台電有負 有對核市長的那種 最終的安全責任 這是責務旁貸的事情 台電一定要負起整個安全的責任 那當然 台電在植檢查過程中 一確有些缺失啊 有些不符合的情況啊 其實都是在各種 一直的檢驗中間 那有 過去 當然我們有時候園人會的監督 我們有很多視察 不斷的視察 發現我們缺點 缺點就要改正 一定要改正到最後 符合規定 那其實台電在過去 也是請很多不同階層的專家來 譬如說 經濟部有一個安全的 一個專家務 有一個會考 因為他常常也是到這邊來 他已經提出一個建議 我們也有按照的建議 改進 然後 我們也請國際的一些專家 譬如說 華諾 過去已經也來過好幾次 對我們一些特定的主題 做一些評估 也跟我們建議 我們要改 我們的施工處 其實我也了解 像日本那邊 也有請日本一些專家來過 什麼GIF 或等等來過 他也有建議 改過 那我們也會針對一些端案企業 譬如說消防系統 或者是什麼 譬如說 接地系統 都請由國外的專家來 幫我們做個全面的檢視 有些有什麼建議 會根據專題 也會有些專家來 一個通販性的管理 或者這些東西也有提供來 那未來呢 大概 我的了解是 我們是Wallet的會員 我們這個場在啟動之前 一定會請Wallet的他來做一個同量的評估 這個PF6就是一個同量的評估 因為他是所有要啟動的新店長 他都要去做這個評估 做這個視察跟工作的 那我們的經濟部這邊 也會請一些專家來 我了解12月大概會對 四個場的安全總體點會來 包括文物電廠這邊 安全總體點 營運輔導事件的話 我做的這些做事是夠不夠的 或者有哪些建議要改進 就是說其實在整個工程中間的話 我們不斷的接受外界的一些建議跟指教 包括我們程序書部分的話 也要請一些比較 就是說獨立來看我們的程序書 就是說我們正在跟總部份這邊 是不是在洽談 他是來看我們的程序書 日本東資公司來看我們的程序書 那有些電的部分也圍起國內的一些教授 也全部只針對電的部分去看 還有些等等 就是說我們是會不斷的有人來看我們 讓我們的工程進行或者測試進行這些 會提出建議跟指導 當然最後我們還是要做完這個試應轉工作 那試應轉工作的數據呢 我們除了公司裡面的所謂合安處 還有我們還有就是 可能安全審查委員會等等的審查以外 那最後還是要報 有一部分安全委員會還是要拯發到原子委員會 去做審查 如果任何一個階段發現不符合規範的事情 都一定會要求下來說 重新再去看這件事情 重新測也好 改正也好 一直要到符合安全的規範為止 我想這個是 就是說持續以後都在做的事情 那我們也持續會要求專家來 又邀請專家來 但是不是說 就是有些是針對主力 有些是針對 就是有些他特定的活動這樣 我想簡單報道是這樣 好 謝謝副總 老師 剛才我們這個 吳一長手提的問題也是很重要的 這個我們牽涉到了也是要注意的是說 畢竟我們的殿堂是蓋在貢寮這裡 我們附近的民眾當然對這個問題 再怎麼安全 他心裡怎麼會打問號 他們所鼓勵的東西 我們能夠透過平常的基本上的溝通 跟他們能夠多做說明 我想是只有在這個方面才能夠 至於說你那個層次的問題 當然第一層層層把關 第一層一定是台電公司 台電公司上面還有國營會 國營會上頭還有經濟部 那第一層就這樣子 就是業主的部分 第二層當然就到言論會這邊來 那我們同仁剛才開了很多 什麼注意感性事項 違規的處理 基本上這個都是第二層的這種所謂的監管 但即使這樣的話 講完大半天 民眾心裡還是要打多問號 那這只有平常靠著我們 能夠跟地方的這個 我們的鄉親都做說明 但大概也只能這樣才能夠 徹底來解決我們心裡的困惑 不然的話這個問題是會繼續問的 一定會繼續問的 但我們同理心可以理解到 地方民眾內心的這種所謂的優力 我想這個沒有特效要 但是營運單位跟管制單位 本身要自己要非常盡責的 去處理這些安全方面相關的事情 這個倒是我們責務旁貸 應該做的事 我想這個 剛才吳理長的話 我就像這個地方講到這個地方 播放說明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